跑離一壘之後 球一回傳回來可以夾殺 對這個這個球我覺得肯特會有一點點 火大的原因就在於說 主審已經看到投手的機制出來了 但三壘只好教練現在 各自為自己的球員 跳出來 這是這場比賽的火花 一個是喊暫停的司機 喊暫停的司機 然後主審又有接受 暫停時機主審給判的那一刻 肯特的投球機制已經啟動了 那他呢就順勢的因為他動能已經啟動 他就順勢的把球投出去 可是呢他會覺得 主審給判的這個時間點上 是比較favor打者 因為他認為他的機制已經啟動了 投手如果是 很久的 所以肯特他會有情緒的原因是 他不覺得他有拖延到時間 他是一個正常的節奏投球 正常的節奏投球 正常的節奏投球 對 我覺得肯特第一時間是跟主審對話 對他是跟主審在對話 他說暫停的時間 給的太慢了 對